哈喽,大家好,我是醉鱼,今天接着我们的《雀黄灵耳凤云》再起加强版的实况,对着你说,这场比赛来自萧生拳和小少,双方展开一场无规则的对战,开场萧生拳选出乌卡尔对抗金家帆,这两个角色也是无规则中的王牌,对,都有一套死的连技,现在金家帆就开启无限连踢了,咱们看看能不能把萧生拳给直接踢死,最后半月战取消并没有选择一套死,咱们萧生拳呢,压住一个起身,千万不要让乌卡尔, 爆发出来啊,因为他这个大招太伤了,你看这一个普通的大招就抓了小小多少水啊,现在一个BC过去,金家帆还是逃一个反身位,啊,剪刀脚,没想到会中这一招而亡啊,其实看下一局的,让卢卡尔彻底爆发出来了,下一局看小小的猴子,好,猴子也是原本之中必选角色,因为他速度快,伤害高,来看这一局小小的猴子怎么打,卢卡尔现在也是残血了,剪刀, 好,轻腿逆向,对手猜到,但是这一个BC他没有猜到,一波剪刀脚开,又CD怼了个隐藏,但是很快就被废了,猴子也开一个隐藏,哎,卢卡尔是独林,对下轻手废对手的隐藏,再来,巧了,啊,真的碰到下轻手上面去了,接着看下一局吧,其实猴子隐藏还是蛮废的,下一局看小小的卢卡尔, Boss之战就是过眼,双脚一蹬,压过来,哎,重腿逆向压住了,现在小小的一个BC剪刀脚开必杀杖,直接搬运就是杖啊,先看下一局的,下一局看肖春拳的赛斯,赛斯的一座毛,哎,空中一跳,一个踩, 卢卡尔还是被踩,然后再踩,经过连踩之后卢卡尔痛定思痛,但是还是被BC打到,好,压到空中一个踩,但别说也再次踩,反正就是踩,二话不说就是干,卢卡尔,哎,近身投机,这是一个架招,对过来之后小小也将近残了,卢卡尔好像很难再爆发了,哎,卢卡尔最后又开一个BC剪刀脚,一脚踢飞,卡赛波,这是想出隐藏应该, 这场接,真的不好接啊,不如接大招搬运的,好嘛,现在还是被拿下了一局啊,我们接着看下一局,肖春拳率先拿下一分,我们接着看下一场,下一场双方应该都有卢卡尔啊,对,就是选择无规则比较好用的角色,现在肖春拳闪身啊,开场大抓好暴力,但仍然还是被大猪抓了,大猪, 剪刀脚又上天,卢卡尔开场如果打不出来气势呢,真的是不好打呀,气势在哪里,清拳开超杀,中间有一个复合暴击,结束 被抓到一波超杀,基本就凉了,因为这个超杀掉血太多太多了,现在看肖春拳的红丸出手,来看红丸呢,哎,跳来跳去,卢卡尔稳住,哎,红丸的BC也开雷光拳,现在红丸再顺势压上去, 一手,哎,卢卡尔也抢了过来,清水力向开,一波BC,哎呀,失误,这个失误大了,如果不失误,跟一手超杀,那该多完美呢,真的给了肖春拳残血的机会,直接裸放了隐藏, 肖春拳马斯坚,大招,对到这带宝西再放隐藏,再次追击,雷光拳追加,一个分身大招,连续的循环如此又开了,卢卡尔蒙了, 哇,连开隐藏,这个隐藏电到对手还可以再接连技,这就掉血非常多了,现在看小小他的金家帆,金馆长, 刚才一个不胜就被翻了,这局希望他能稳住,好,中角BC,哎呀,我看隐藏,现在再次追着对手压, 哎,清水力向再砍一下,金家帆完全没有任何办法,其实打一脚这个隐藏就掉了, 但是,哇,哇,压住了,雷光拳, 小小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治这个隐藏了,哎,哎,哎,一点血, 其实刚才刚一脚飞的就可以,啊,又来了,这个电球啊,不断的带入电球, 就看下一局的,其实这个电球,它可以控制方向的,也可以控在头上面, 后面也可以啊,但是按按键不一样而已, 现在又开BC,隐藏,哦,压过去球马斯, 再开,没办法,小小对这一招完全没有免疫力,完全不会打这一招啊, 即便是刺,也刺不到,你看又来,又压过去了, 哎,电到了雷光拳,基本废了,这一套雷光拳打过去, 但是猴子还没死心,红丸再变,哎,用隐藏的方式电到猴子, 隐藏费隐藏啊,哇,追着打,可以可以, 这个红丸真的够暴力啊,现在2B0了,小小, 是不是要崛起一局了呢,我们什么一代小小,下一局操作, 下一局来看他是选择了什么人啊, 好的,这一场依然是这主力, 三个超强主力, 卢卡尔又来了,小小小的, 对抗CD,哎,2.3点, 接招杀带入,可以的, 带入以后看卢卡起身怎么打, 哎,起身闪身,这猴子还是封得特别厉害, 2.3点跟,2.3点跟,超杀来了, 再次一波超杀带入, 将卢卡尔直接干掉, 谁敢下一局, 下一局来看李梅, 好的,李梅后跳, 然后一波开过去,猴子起身, 李梅能不能稳住, 一波,啊, 蟑螂汉吃还是中了猴子, 哎,猴子的空中四连撞来了, 挠一下旋风, 其实刚才可以取消更大招的, 我,哎,这个猴子, 想用连续的轻手风味, 但是好像有点不太实际, 这个版本李梅连招还是挺难的, 隐藏大招又来了, 空中用大招废隐藏, 接的好准, 接的666啊, 看猴子还看不看再开, 他又来了, 再赌一次, 又一次大招又中了, 哇,好准好准, 真的666啊, 去看下一局, 就往大招上面撞啊, 这个隐藏啊, 下一局, 好看小小的猴子, 金检盘又来了, 他的无线连梯就没有施展出来, 哎, 一波顶肥那儿冲拳, 然后李梅再开启了循环, 对到角落压上一手, 哎呀, 金检盘一个BC开隐藏了, 带走, 小小这一局也是彻底崛起了, 把这个隐藏用的超帅, 好的, 我们来看肖成权的K49, 一个超暴力角色, 中踢上一脚, 放下来, 之后队友闪身, 好, 起身中加帆, 能不能再开一个BC, 选盘两点, 选风腿, 选风腿, 飞燕斩, 空中给一发, 让对手无法起, 哎, 哇, 中断, K49也开始了, 你压吧, 该我压了, 一波BC接循环, 但是没有联好, 金家帆呢, 哦, 还是被抓, 来金家帆起身跳, 哎, 刺一下, 哎呀呀, 释放隐藏大招这一下, 直接空中一发白光, 将他闪死, 全凭攻击这招, 只要你前期没有把他废掉, 后期是绝对控制不住的, 接着看小小的卢卡开场就抓, 那这一下直接秒了, 好吧, 也是挺果断的这个抓, 接着看下一局现在2比1了, 肖成拳其实赛点, 但是小小看能不能扳回一局这局, 能不能拿一个2比2, 还是3比1呢, 肖成拳这局怎么打, 应该是一个卢卡尔, 两个随机, 肖成拳, 的大门黑大门, 头上扶, 大招抓不住, 头上扶, 跳过来还想抓, 头的又是个机啊, 那大门再次稳一稳心态, 飞翔角压不住, 大门再次告诉你, 猴子飞翔角上瘾了, BC开, 2点3点超杀带入, 我赢, 好, 这波超杀以后, 猴子再次来一发飞翔角, 追, 飞翔角, 头上扶, 落地震, 隐藏大招的炸, 这个版本的隐藏, 可是很强大的, 应该就拍死了这一拍, 没有任何削减, 最后这一角, 仍然是特别疼, 在207版本里面, 削减了很多这一角, 接着看, 金家帆又来了, 能拿得出这个大门吗, 什么一带, 金家帆一脚B, 雪崩鬼, 落地取消半月斩, 金家帆还是热爱, 大门是连续的不断闪生, 想选求一个套路, 但是并没有套路到, 我们接着看下一局, 下一局看消除人的, 大猪成果, 一个半月斩直接怼, 金家帆现在又跳了过篮, 一脚踢BC, 选空腿, 飞翔斩空中来一发, 起身之后金家帆又中了一脚, 跳地, 跳地, 把吃脚, 跳地, 跳地又被偷, 然后一下盘两点, 哇, 隐藏大招吸过来了, 这两局小小的隐藏大招开的蛮溜, 特别是金家帆, 好的, 我们来看下一场, 萧生拳的老卢, 这已经是最后一个手底角色了, 小小有机会二比二这局, 哇, 两点直接就抓, 掉血超多的一大招又来了, 抓到就是残, 要么就是死, 就是这么溜, 这就是卢卡尔的可怕之处了, 现在已经是小小的卢卡尔, 哎, 卢卡尔, 滚住, 进攻刚一波, CD大招超杀抓, 最守也刚CD开BC, 轻腿立向直接压住, 一包操作, 接超杀, 翻译, 哇, 超杀大抓, 那应该也死了吧, 这个掉血实在太多了, 3比1G带走, 大家来不关注, 每天更新进的对视频,